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趕快把我裝上去 好 不要碰觸病人身體 給大家不要碰伯伯 好 立刻進行電擊 立刻按下橘色按鈕 急救口訣 叫 叫 C A B D 叫 確認病人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呼吸 叫 指定一人撥打119 並拿取AED C 胸部按壓 掌握四大原則 用力壓 快快壓 胸回彈 莫中斷 壓胸的位置為兩乳頭連線的中央 雙手交叉 食指交扣 下方手的手指往上翹 不要碰觸到病人 手肘打直 雙手與病人胸部呈90度 用上半身的力量向下壓 壓胸深度至少5公分 速度每分鐘100至120下 約每秒兩下 記得每次下壓後 要使胸部回彈至原本的厚度 才能使胸口完全擴張 壓胸過程中盡量不要中斷 因中斷10秒以上 病人的血壓會瞬間降到0點 A 暢通呼吸道 壓額抬下巴 清除口中明顯異物 B 人工呼吸 胸部按壓與人工呼吸的比例 為30比2 壓30下後 吹兩口氣 捏緊鼻孔 將病人的嘴巴完全照住 先吹一口氣 持續一秒鐘 並看病人胸部有沒有起伏 再緊接著吹入第二口氣 吹氣步驟相同 若是施救者不願意和病人口對口 做人工呼吸 那麼此步驟可以省略 就一直胸外按壓即可 D 使用AED 自動體外心臟去占氣的步驟 開 貼 插 電 打開AED 系統會以中文語音 引導你接下來的步驟 將電擊片貼在病人裸露的胸臂 一片貼在左側乳頭側邊 另一片貼在胸部右鎖骨正下方 將電擊片插入電擊插口 AED會自動分析心律並語音指示 當AED建議電擊時 要大聲先喊 你離開 我離開 大家都離開 並以目視 檢查確認沒有人碰觸到病人 再按下電擊鈕 電擊後 立刻繼續胸部按壓 不用移除貼片 AED會自動每兩分鐘做一次心律分析 並反覆操作胸部按壓 一直到病人恢復呼吸心跳 或有人接手為止 急性心肌梗塞患者 在度過急性期之後 其發生不預期心跳停止的機會 能然會比一般正常人高 當心跳停止 如果沒有盡速實行CPR 在超過四到六分鐘之後 腦部組織並有可能會壞死 造成永久性的神經血損傷 不把握黃金救命時機 可以增加病患存活機會 因此教導病人、家屬及照顧者 正確認識及施行急救 是非常重要的 學會CPR 不僅可以保護自己身邊的親友 更能為這溫暖的社會 營造更安全的環境 在旁邊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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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邊的社會